大厨 说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 看到没有 流了好多血 然后我自己用酒精片消毒了 好痛 我接飞刀 其实也不是了 我要把青菜放进去的时候 那把刀一甩 然后那刀又特别锋利 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我又边炒菜 又不能处理伤口 首先我就用水赶快冲 因为这个刀是切过辣椒的 那是酷刑啊 然后用水洗以后 再用纸巾挤 挤了很多血出来 洗完以后再用酒精片消毒 消完毒就还在流 边炒菜边在流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就忍着痛 你就把菜给把这盘粉给炒出来了 说白了就是一碗粉引发的血案 你看我这种能不能去餐馆打个工呢 要啥不能做啥 我真服了 然后等一下 看要不要用创铁碟包扎吧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用 但是我就不 这手基本上就不能碰水 洗澡成问题了 可能我可以戴个手套吧 就是泡浴缸还可以 就这只手举起来这样子 然后戴个手套用透明胶绑住 太难了 受伤了还能自己忍痛 用酒精片 然后消毒 像以前我真的做不到 但是现在真是没有办法 人生啊很多东西都是逼出来的 这碗粉炒得还不错 我用了培根 这个是那个青豆角 这个是那个包菜 青椒切碎 这样子做出来的 这里还有一碗汤 牛肉汤 牛骨头汤 加胡萝卜和玉米的那种 就配这个刚刚好 好吧我要开始享受了 嗯 为什么戴这个围兜呢 因为穿着这件羽绒服 只要进一点点汁在上面 它就会留下一个痕迹 很难看的 我觉得我的炒粉比餐馆炒的好 所以我就动了个念头 我觉得我应该去餐馆掌勺 顺便赚点房租 你看这个就是告诉我 你不能去餐馆 每一次我想干点啥的时候 命运都会把我给终止下来 比如说我想去干点爬上爬下的设计师的活 或者是展会的装修工什么的 结果一场车祸把我给制止了 我想去餐馆 打点工 散工之类的 然后一把刀 飞刀把我给制止了 觉得我应该不是干这个的料 天将降大人于四人也 我们要follow上帝的指引 命运的指引 我们要做一把刀 不干净 我们要做一把刀 我可以做到货币的 我可以做一把刀 我可以做一把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汤 梅加盐 牛肉 胡萝卜 昨天吃了一个今天没吃 这个玉米虚 特地没丢掉 这个玉米虚 今天呢我在拍视频的时候 就今天做了几个冠设计师系列的视频 真的我拍的时候 外面就有人在扫地 其实美国人是不是会扫地的 他们是怎么扫呢 他们是用那个东西吹 吹叶积的那种吹 然后就把叶子吹到一堆 然后再把那些叶子捡起来 结果就吹了我一阳台 害得我刚刚扫阳台扫了半天 真的是猪 猪头 也不能这么去说人家 因为他很认真的 在这附近吹呀吹呀搞了半天 然后但是把叶子全部吹到我阳台里面来了 因为阳台下面有个缝呢 顺着这个缝全部搞到我阳台上来了 本来我阳台很干净的 就害我打扫阳台又搞了十几分钟吧 这样子 要知道这十几分钟 我都可以赚几十美金了 要是在外面去搞卫生的话 最近碗有点大 我要快一点炫 要不然全凉掉了 现在我要去把门给关了 然后 这个我就慢慢享用了 有空我们再聊 拜拜 拜拜